一個集團位於張君澳的兩間酒店 將會在今年9月和10月開幕 星期一起 他們一連兩日在張君澳舉行招聘會 聘請250個初級和中層員工 包括餐飲部、前堂部、營業及市場部等60個職位 首日已吸引近千人碰巧運氣 當中不少來認證的人士都有相關的工作經驗 希望新酒店能夠提供晉升機會和更可觀的人工 要求會高一點 一個酒店或者這類型的行業要開 當初面對的困難會有很多 同事或者員工方面要付出很多去解決問題 我想包括本理層他們都會理解這件事 他們會願意去吸引多些人才或者好些人才 有一個金額 但也沒有特別會說很高的需求 因為事先都做過準備 都好像覺得都有經驗 不過酒店代表就說 工資是以市場狀況來來定 我們又沒有蓄意去加多些人工 來吸引我們的申請者 在制定我們工資的Saving Scale 在工資限額那裡 我們都是參照市場的狀況 我們是好看市場 拿回一些跟我們差不多競爭對手的酒店的 reference那些人工來做一個參考 他們預計招聘會 總共能夠接見2,000人作首樓面試 之後會篩選適合的人選 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再進行第二樓面試 如果今次未能聘請足夠的人手 會在6月再舉行小型招聘會 目標在開業前聘請350人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